蒙甲吸血鬼 牙桑加女賣淫 電影蒙甲描述 旺華祖師廟口角頭的故事 在現實生活 竟也真實上演 39歲廟口幫角頭游武傑 和同伙 蔡代選等五人 在旺華三重等地 放高利貸和開賭場 專找中國 越南等外籍配偶來賭博 見他們輸錢便出面借錢 只要一萬 十天就要害三萬 若一個月就要喊一十萬 反不出錢就逼他們 到基隆私倉寮賣淫抵債 甚至有被害人 連家中再辦傷事 都被牆逼接客 一名中國籍外配 不堪折磨帶小孩離家 還想割碗自殺 索性招丈夫及時尋獲阻止 招押到基隆進入上班的女子 那機械人大約一百六十幾萬 那因為不堪 在基隆賣移受孽 所以才像很大的犯案 警方前天逮捕前半 有五劫等五人 並發現至少有二十多人被害 其中有受害女子借一萬元 每月就要還十萬利息 判算年息高達百分之一萬兩千 是法令年利率的六百倍 更是史上最吸血的高利貸 昨天訊後 警方依組織犯罪 仲利等罪嫌 將五名嫌半送辦 鬥新聞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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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